到底是誰能打過最後一關? 可以才能退款嗎?可以退款 肚太模糊要關了,我要吐了 吃完了後更想吐了 看這個收聽,其實仔細看,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還要認不去,排列方式,位置,除了,一模一樣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黑悟空這款遊戲上市已經非常多天了 我還是看到非常多的人說什麼 台灣人在黑,尤其是台派,對 不乏有些台派在黑 但我想要跟這些台派說 你不妨先去把西遊記這個故事了解之後 再去了解黑神話悟空這個故事的遊戲背景 我們從西遊記到這次的黑神話可以發現 完全就是在諷刺體制 這個體制難道是台灣的體制嗎? 還是中國這幾千年以來的這種體制呢? 你說他是為共產黨宣傳嗎? 不,我不這麼覺得 你把黑神話這個設定包含西遊記的設定 你來對比一下,像美國的體制 像中共的體制,還是像台灣的體制 而其中之一的遊戲製作人 楊琦曾經對毛澤東比過中止 最近也被大量的小粉紅舉報他是反賊 那隨著時間的發酵 越來越多的愛國小粉紅們 發現這個遊戲的設定好像有一點怪怪的喔 你是在諷刺什麼陰陽怪氣的嗎? 那現在很多愛國網紅啊 紛紛把這個悟空的設定裡面的反體制 比喻成是反西方的 那你就知道問題點在哪 因為他們也看出來是在反誰 但是呢他們為了洗地 為了讓這款遊戲能繼續代表中國之光 他們把這個反體制 把這個天庭 比喻成是英國是西方 所以我們中國人在反英國在反西方 西方侵略者西方列強 以前在瓜分我們中國 比如說你看這個 花了好多錢 結果被騙的這個 有加拿大永居 妻女有加拿大身份的愛國網紅磊哥 他就說啦 黑神話悟空裡面有一個沒頭的人物 這是靈吉菩薩 他的頭在大英章物罪陣列館呢 對吧然後下面越來越多這個愛國網紅跟進 但是我們去查一下資料可以發現 大英博物館的這顆觀音的頭 他是有來歷的 他是香港的富豪捐贈的 那香港富豪是從哪裡來的呢 要嘛就是中國以前的考古單位自己盜賣的 要不然就是盜牧賊對吧 自己去盜賣的 不然就是以前啊 戰亂的時候很多這個大清的老百姓啊 會去搶 雖然英法聯軍當時也火燒原民園 那大清的百姓回到了當地 把剩下的殘骸的石料 原民園的石料全部搬走 拿去變賣 因為皇家用的石料 即便他受到了摧殘 他被戰火燃燒 但他的價值還是比我們這些 平頭老百姓使用的房屋原料來的高 而且我在中國的各大平台也看到 不少的中國人在罵這款遊戲 難度太高啦 欸你裡面好像要反動思想啊 對吧 甚至還有人要一起共玩遊戲 被騙錢的 被詐騙的 紛紛要求退款的 還有說什麼抄襲的 很多呢 到底是誰能打過最後一關 還能退款嗎 可以退吧 昨天買的還能退嗎 能申請退款嗎 這個畫面他已經打了兩天了 還沒有打過 一台遊戲打一年 划算的啊 退款必須退款 這個黑神話悟空太難玩了 根本就不適合當作遊戲呀 動態模糊要關了 我要吐了 吃完了後更想吐了 那這個收聽其實仔細看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還會用回去 排列方式 位置 情況 一模一樣 還有眼尖網友發現 黑神話悟空的分鏡設計 疑似抄襲知名動作遊戲 惡魔獵人物 正反兩面話題不斷 那這些怎麼都變成 只有台灣人在噴這款遊戲 啊我看不懂耶 尤其是那些舔共的媒體 講出來啊 遊戲蜘蛛人還被去公安局舉報 來講出來啊 遊戲就遊戲 扯什麼政治 確實啊 不該扯政治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西遊記 他創作的年代在什麼時候 明朝中夜 西遊記 水浮傳 包含這個 紅樓夢 他們都是單純的文學創作嗎 文學歸文學 政治歸政治嗎 那你可能真的沒有讀過這些原著哦 這些原著 明明就是在諷刺 那個時候的政府 那個時候的社會氛圍 對吧 比如說裡面有吃仙桃啊 吃壽桃啊 可以延延益壽啊 對吧 即便你是仙人 你也是要吃啊 那這個腰 只要一進入體制 就會變成仙 變成仙之後 你基本上不要犯太大的錯事 你一輩子都是仙 然後你有什麼子子孫孫也都是仙 如果在一個能量守恆的宇宙 社會來說 有可能這樣子 無限的資源給他們無限的使用嗎 不可能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資源哪裡來呢 百姓嘛 人間嘛 那這不就跟大明帝國那個時候是一樣的嗎 這麼多的皇室 這麼多的王爺 王爺又生了非常多的小王爺 小公主 那這些全部都是百姓要供養 你只會一年比一年的多 你不會一年比一年的少 那他們全部都是體制內 他們只要不犯太大的錯 他們一輩子都是皇室成員 那當然我們講回到黑神話悟空這款遊戲 我想要告老還鄉 卸甲歸零 對吧 但天庭不讓 天庭給我的理由是 怕你回去會繼續作亂 但事實上是什麼 孫悟空知道太多秘密了 天庭不信任他要殺人滅口 你要嘛就一輩子就在天界 要嘛就是把你們花果山全滅了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個遊戲裡面 跟他有類似相同命運的惡狼神 他保留了非常多的後手 包含天庭讓各種的神仙啊 妖怪啊 去打孫悟空 還有這個後來的他的繼承者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人 即便他願意或是不願意 他們都百般無奈 上位者天庭永遠沒事 讓下面的人去互鬥 惡狼神他也是個明白人 但是即便是他跟悟空聯手 也都撼動不了天庭 那你覺得這些宮廷鬥爭的細節 台灣社會跟中國比起來 誰比較有創作這些故事的基調在 我們台灣的社會真的有像中國幾千年以來 這樣的歷史悠久 我們可以有夠多的經驗 夠多的人心險惡 夠多的宮廷鬥爭可以創作的出來 這些哇很非常燒腦的情節嗎 真的非常少 所以是台灣人很破啊 是台灣人相對中國 我五千年以來 我們比較沒有害人之心 當然台灣也有壞人 但是我是說相對比起來 所以我們沒有夠多的經驗跟累積 我們沒有這麼壞的宮廷鬥爭 可以讓我們有這種創作 諷刺當今社會 諷刺當今政府的這種歷史小說出來 如果你希望台灣有這樣的創作環境 那我們台灣人就要遭受這樣的侵害過程 回到大明朝 回到以前那種中國帝制人民百姓被壓迫 只能透過這種小說 非常的隱晦來諷刺當今政府 還是你想要我看不爽政府 我就罵你三字經啦 然後開直播 真是的你們一定都選候者嘛 你既然選候者 你又希望我們要有前者的創作 我也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而且明明更多的 Bones Team上的簡鐘 在罵這款遊戲 或是在罵中共體制的 甚至在中國微博上快手抖音 在痛批這個遊戲 抄襲啊難度太高了 什麼什麼豬之類的 更多的明明都是中國玩家 然後呢現在的風向就變成是 台灣人破防了 看到這款遊戲覺得 台灣做不了 台灣被超越了 所以我們玻璃心出來 罵這款遊戲 我對這款遊戲的故事設定 是給大力的支持啊 我之前在這條影片也說過了 楊啟為什麼在習近平剛上台 甚至在胡溫時代以前 他是反毛的 他可以 他可以公開的去天安門比中指 為什麼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幾年 他的言論 越來越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越來越表現得像小粉紅 他如果不帶上了一下金箍咒 他怎麼有資金 他怎麼有能量 怎麼有性命 把這款遊戲做出來讓大家去玩 如果他那個時候一直秉持著 我看不爽中國以前誰的領導 我就對他比中指 我就在網路上罵他 然後他現在罵到習近平 你覺得他還會在嗎 還會有這款遊戲嗎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在胡溫時代言論 相對習近平是非常寬鬆 講的話比較可以信 還是現在習近平統治下 中國的輿論環境 哪一個做出來的行為跟言論 比較貼近他心中真實的想法 大家自己去動腦想一下吧 晚上還有一隻 我是八角 下次見 掰